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山林立 观石林寻 转过几个弯后 淡见东北一带杏花正开 一眼望去像是覆盖着一片粉红色的雪 下面是一个水塘 桥上有座小亭子 梅洛雪刚想过去坐一坐 忽然传来一阵风铃声 寻声望去 看到矮墙外有一个更大的院子 楼阁参差 树影婆娑 有两株海棠当风乱舞 上面云川雾阁 结构幅林 他越过矮墙 徘徊其间 忽然听到楼上传来无浓软语 声音似水如歌 赶紧凑上前仔细聆听 只听楼上那艳语音声说的是他声纵有浮评语 正恐相逢不识君两句 声音中带着无限哀怨 让人不忍息听 梅洛雪现在也是漂泊江湖 听到这两句诗特别有感触 不自觉一声长叹 他不禁有些好奇 上面住的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女子 没过多久 风洞连开 楼上走出来一位女子 靠着栏杆向远处眺望 只见这名女子亭亭欲立 明艳动人 却是愁眉紧锁 清澈明眸间喊着泪珠 犹如带雨梨花 好不令人陶醉 梅洛雪见到如此美艳动人的女子 魂儿都被勾了去 贪婪注视良久 突然眼前一亮 对女子喊道 敢问小姐是不是苏家的月兰姐姐 女子听见有人叫她月兰 立刻寻声望去 看到了楼下的梅洛雪 点了点头说道 是的 敢问先生是谁 梅洛雪兴奋不已 赶紧说道 在下是梅雨于梅洛雪 你怎么会在这里 女子本来住在苏家乡 是梅洛雪的堂哥的妻子的妹妹 小子月兰 出嫁之后跟着丈夫远游 前年丈夫得了一场大病 不久便撒手人寰 于是带着丈夫凌书回到家里 月兰从小就跟梅洛雪认识 已经六年不见了 随即下楼打开院门 请梅洛雪进屋序话 梅洛雪问月兰家里还有什么人 月兰说 还有一个叔叔 去年带着家俊去了京城 已经去世了 家里婆婆还在 新卫 住在苏州长州县 因为那边人丁稀少无以为靠 所以租住在这里 月兰诉说着自己的悲惨境遇 已经是泪流满面 梅洛雪赶紧站起来为她擦泪 月兰突然脸色一变 生气地说道 才刚刚见面 你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 怎么就敢动手轻薄于我 梅洛雪这才意识到自己失礼了 赶紧道歉 月兰却破涕微笑 梅洛雪这才明白 月兰是在跟她开玩笑 月兰问梅洛雪 姐姐和她堂兄近来可好 她又为什么会在这里 梅洛雪把自己的近况说了说 接着说道 妹妹以后有什么打算 月兰听了 低下头不说话了 婢女拿来了茶水 养人喝了茶 又开始了别的 不知不觉间太阳就要落山了 梅洛雪起声告辞 月兰亲自送她出门 小声对她说道 以后要是有闲暇 多来看看小妹 梅洛雪赶紧点了点头 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当天晚上 月兰辗转反侧睡不着 直到半夜才昏昏睡去 并且梦到了梅洛雪 这边的梅洛雪也是一夜没睡 只要闭上眼睛 月兰的倩影就会立刻在她眼前浮现 直到第二天日上三杆 月兰才起了舒适打扮 一个人坐在桌前 手托着下巴看着窗外 神情恍惚若有所思 忽然婢女来报 说梅洛雪来找 月兰赶忙出去迎接 见到她以后满脸兴奋地说道 格格可真是有伟生之信 伟生之信说的是春秋时 一位名叫伟生的人 与女子约定私奔的故事 梅洛雪立即明白了她话里的意思 说道 自从昨天见到妹妹 我一夜没睡 只恨文君未许 月兰听了这话 立刻羞红了脸 梅洛雪看得神魂颠倒 一把握住了她的手 月兰正脱开来 说道 哥格不要这样 要是被丫鬟看到了怎么办 倒嘴的鸭子怎能让她飞了 梅洛雪上前一步 拉住月兰的手不放 月兰在她耳边悄悄说道 哥格晚上再来 梅洛雪听到这话 才放开了手 刚刚到一更天 梅洛雪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小院 发现院门是扮演的 楼上还亮着灯 月兰的身影映照在窗前 梅洛雪立即上了楼 月兰看到她来了 高兴地跳了起来 梅洛雪上前一把将她抱住 片刻之后 月兰推开梅洛雪 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的命不好 丈夫丢下我一个人走了 如今是风浅孤艳 漂泊无衣 昨天见到了你 看你风流倜傥 知道以后一定能飞黄腾达 如果你愿意与我共度一生 那就等婆婆归天之后再说 若是你始乱终气 只想与我有露水情缘 我可不答应 梅洛雪明白 月兰这时不想 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跟了她 想要她一个承诺 于是她拉着月兰来到窗前 对着天上明月发誓 我对月兰一片真心 明月可见 此生一定与她白头偕老 三生三世 绝不相复 若是有违诗言 让我三世潦倒 永无出头之日 发了誓以后 月兰让她起来 她却跪在地上不肯起 抱着月兰说道 半天见不到你 我就觉得像时过了一年 若是等到你婆婆归天 只怕我就因相思而死了 月兰拽着她笑着说道 有这么着急吗 不等月兰说完 梅洛雪一把抱住了她 第二天早上起床 月兰一边帮她整理衣服 一边说道 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以后你要是付了我 我做鬼也要缠着你 梅洛雪听了抱着她笑道 你就放心吧 我都对月亮发过誓了 从此以后两人常来常往 后来房主知道了她俩的事 不仅没有为难她俩 还夸她俩是狼才女貌 梅洛雪家里穷 当年相识又没考中 月兰千方百计劝慰她 甚至把自己的首饰 变卖了供她读书 后来梅洛雪又去应试 月兰得知她没有盘缠 把家里能卖的都变卖了 换成银子全都给了她 离开的前一天晚上 梅洛雪到月兰这里跟她告别 天还没亮 月兰就起来给梅洛雪收拾行李 她看着眼前的月兰 不禁念叨 蓄意多天线 韩情更助勉 月兰听了这两句 呆呆地看了她好久 然后哭了起来 唐熙宗时 经常让宫里的宫女 缝制战袍赐给前方将士 因为边将得了战袍 里面竟然加了一首诗 蓄意多天线 韩情更助勉 今生已过也 愿结后生缘 这位边将赶紧把战袍和诗 呈给皇帝看 皇帝便问是哪个宫女写的诗 有一个宫女立刻跪下祈求饶命 皇帝没有生气 而是对宫女说 既然你对她有意 那就别等来世了 这就为你们乐了今生缘 于是把宫女赐给了这位边将 梅洛雪随口念出了这两句诗 不就意味着两人今生恐怕无缘 要等到下辈子才能结尾连理吗 她立刻后悔自己失言 急忙把她抱在怀里再三安慰 考完放榜 梅洛雪如愿以偿考中举人 当时月兰的婆婆已经去世 月兰听到捷报 觉得梅洛雪很快就会来娶她 每天翘首一盼 可是过了很久 梅洛雪都没有来 后来听说她娶了苏州府 一位官宦人家的小姐 月兰当然不信 第二年春天 梅洛雪离开苏州附近参加会试 从此就没了音信 月兰这下终于彻底绝望了 很快抑郁成疾 不到半年就离开了人世 月兰走的时候只有23岁 临走前一直大叫着梅洛雪的名字 说做了鬼也要报仇 月兰为给了梅洛雪凑够相识的盘缠 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 她死去的丈夫又是家里独苗 所以是她姐姐帮忙料理的后事 再后来梅洛雪过了会试和电视 近视极地 很快被分派到礼部任职 转过年来 她差人回乡接家眷来京 才想到了被她抛弃的月兰 从家婆那里得知月兰已经过世 她听到这个消息 也只是感慨了几句 而已 也不知道是不是她还残存了半点良心 从此以后变得神情恍惚 家里人问她怎么了 她也不说 有一天晚上 梅洛雪喝醉了 刚刚躺下 就看到月兰披头散发 脸色苍白 手里握着一把刀 从门外冲了进来 举刀直刺她的胸口 她疼得大叫 从梦中惊醒 家里人都被她惊醒了 赶紧跑过来看她 只见她手舞胸口 呼吸急促 冷汗直流 家人要去给她请大夫 她说已经没用了 将这个噩梦的来由告诉了家人 她说自己命不久矣 让家人为她准备后事 没过几天 梅洛雪就病得下不了床了 临死前念了一首诗 《只知好梦欲求真》 起料翻成噩梦音 到此回头知已晚 好流涅净赠头人 万历四十六年浙江湘市头场 在讨自十七号号社中参加考试的 是一位来自嘉兴的秀蔡李兴 她自幼聪明 文章出类拔萃 从拿到考题到晚上点灯时分 文章草稿就已经写好了 就着尤灯对文章反复检查修改 越看越满意 到后来竟然小声朗读起来 忽然 一阵冷风吹几号射 尤灯晃晃悠悠 被吹得几乎要熄灭了 这时一名妇人掀开帘子 走了进来 妇人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 一身素妆 淡扫额眉 来到李兴面前 一双性眼死死盯着她看了半天 随后高声喊道 原来你在这里 我找了你好久了 李兴看到女子进来非常吃惊 这是乡市考场 外面有兵族严密把守 一名女子怎么可能进得来 李兴不明白怎么回事 看这名突如其来的女子花容月貌 仔细打量了片刻后突然大叫道 兰儿 是我对不起你 饶了我吧 之后李兴就像着了魔一样 手舞足蹈又蹦又跳 嘴里胡言乱语 发出的却是女人的声音 天亮的时候 徐罗的兵丁把十七号社这事 禀报了寻绰官 等寻绰官来时 只见李兴两个胳膊抬高挡在身前 手指的指尖都涂成了红色 看到有人来 一边挥舞着拳头一边高声呼喊 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能把我怎么样 寻绰官看他这副模样 并没有感到惊讶 哪年相识没几个发疯的 早就习惯了 一边摇头一边拿过他的试卷看 看他文章写得还真不错 寻绰官是真的替他惋惜 随即叹了口气 招呼几个兵组把他抬了出去 刚走出头门 李兴又发起了疯 大喊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接着又拍手大笑道 好了 好了 每年的考场 都会有几个发疯的 甚至还有在号舍里闹自杀的 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 只是替他惋惜而已 回到住处后 秀才们围在一起询问李兴的状况 这时候他已经完全正常了 对朋友们说 他其实并不是考试级的发疯 而是另有缘故 李兴说 当时那名妇人进来的时候 很快就意识到他不是人 怎么会有妇人能进到考场里 而且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这名妇人 她说自己好像被那名妇人控制了 她控制着她拿出刀刺自己 又让她紧下腰带自意 就在这时候 她的祖父和叔叔出现了 把刀夺了下来 把妇人推了出去 之后祖父告诉她 妇人与她有前世夙愿未了 肯定不会轻易放过她 嘱咐她明天某时出客 观圣帝君行相会路过这里 到时候向帝君求救 或许能有一线生机 晨光稀微 天色微明 天空中忽然号角嘹亮 远方果然相云环绕 一群金甲神人 簇拥着观圣帝君的 欲语缓缓而来 他赶紧跑出去 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帝君准了诉告 随即命左右翻阅档案查找情有 一个长得像庙里的判官模样的人 取出一本黄册反复查阅 然后奏离帝君说这是他三世以前的事了 帝君将黄册拿过来仔细审阅 然后命人取出善恶二部看了看 对李欣说道 这都是你造下的孽 亲口发下的誓言 也算是咎由自取 爱得深恨得也深 可怜可叹 但他执念太深 在你那时已经报了仇 却又缠了你两世 确实有些过了 看在你今生没有罪恶 每逢春秋祭祀也都毕恭毕敬 礼当保全你的性命 帝君随即取来朱笔 将他的食指指尖全部涂红 并且嘱咐道 你回到号房之后 食指向前 便能将他喝退 他一定愤恨乃消 在外等着你 到时候本君为你们了却这三世的夙愿 李欣回到号社后 看到那妇人正在挨个号房找他 见到他以后 立即向他扑了过来 他赶紧伸出食指格挡 妇人看到他朱红色的指尖 吓得连连后退 愤怒地喊道 负心汉 不要以为这样我就拿你没办法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李欣见帝君教的法子果然有用 兴奋无比 可是走出头门之后 他又看到有十几个 披头散发轻面獠牙地站在两旁 拿着刀剑向他乱刺 就在这时候 官圣帝君身边的那位判官突然出现 大秀一挥 眼前的恶鬼便都不见了 秀才们听完 全都面面相去 有些人感叹他逃过一劫 有些人却不相信他的话 也有人问 如果那女子再来找你 你可怎么办 李欣被这么一问 也害怕起来 赶紧跑到集市上买了祭品 到赵胆台祈求官圣帝君护佑 也许是有了神灵护佑 一连几天那名妇人都没有再出现 李欣才稍微有些心安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 李欣做了一个梦 梦见了那名妇人 只是这次 妇人已经没有了之前那样的凶神恶煞 而是变得明眸清澈 楚楚动人 妇人告诉李欣 她叫月蓝 与一个名叫梅洛雪的秀才 原定三生 但秀才考中举人后 却忘恩负义 娶了官宦人家的小姐为妻 李欣听完后 也为月蓝的遭遇感到不平 大骂梅洛雪忘恩负义 妇人接着又告诉李欣 她就是梅洛雪的第三世 李欣听后问道 你这次来 是向我索命的吗 妇人吻儿一笑 说道 当年你的月发誓 与我定下三世情缘 你忘恩负义 我已经向你索命 可是在你死后 我依然执念深重 又缠了你三世 如今的帝君开解指点 我已决定放下仇怨 帝君看我可怜宽恕了我 准我转世为人 我这就要投胎去了 话一说完 妇人便消失不见了 醒来之后 李欣感叹两脚 天亮以后 她立即买了祭品纸钱 赶到官帝庙 这次是为越南祈福 祝她投个好人家 来生无灾无难 再看那高高在上 俯瞰众生的官圣帝君 往日威严肃目 今日看上去 却变得慈眉善目 经这么一折腾 举人肯定是考不上了 秀才们都替她惋惜 可她却不以为然 之后李欣再也没有进过科场 而是在家乡办了一间私塾 交书一人 随后就是明王清新冰脸霍解 她有幸躲过了冰荒马乱 八十多岁无疾而终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